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 只要扶烦恼你就成就了 扶比断容易太多了 扶什么自己真有个决心 我处处躲避 少跟这些这个外面境界接触 这是个好办法 接触你不能不受影响 少接触好啊 多接触 佛菩萨 佛菩萨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就是佛菩萨 牢牢的守住 绝不能掉以轻心 放下见识烦恼 小物 刚入门 放下分别 大物 放下妄想 彻物 就是季节了 这不放下不行啊 放下 难 难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自己的烦恼吸气 太重了 无时接来的烦恼吸气 第二个是我们现前的环境 诱惹太多了 诱惑的力量太大了 一般凡夫 敌不过我 你能不受诱惑吗 过去是佛的环境 比我们好 一般年前 科技还在萌芽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这一般年的科学技术 真的是突飞猛进 日行月异 无话八门 他来扰乱我们的六根 这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 那要没有很深很深的善根 你修我能成就吧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足思大德说的更多 说的是真话 八万四千发门 在今天都度不了众生了 不是发门有问题 众生根性有问题 众生根性 我们用一句话 同而言之 业障太重了 所有尖叫发门都没效了 而且你得的重病 这医药都用不上了 只有夜门 这夜门就是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这夜门还是得放下 如果不放下了 这夜门还不能成就 可是这夜门 要求比其他的发门 要宽松 其他八万四千发门都要断烦恼才能成就 这个发门不需要断烦恼 只要服烦恼你就成就了 服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 服什么 自己真有个决心 我处处躲避 少给这些 这个外面境界 接触 这是个好办法 接触 你不能不受影响 少接触 好啊 多接触 佛菩萨 佛菩萨在哪里呢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就是佛菩萨 牢牢的守住 绝不能掉以轻心 真诚 恭敬 看到佛经 就像看到阿弥陀佛一样 看到 阿弥陀佛的像 无论是塑像 还是画像 就像看到阿弥陀佛真人一样 不像实力 我们才有可能 在这一生当中 永拓轮回 在这里 确实 要知道 轮回苦 要看破世界 这世界有路吗 有 不是真的 假的 你能享受这个事件的路 时间非常短暂 来生怎么办 来生多道三土 出不了六道轮回 苦啊 经里面常常形容 六道是苦海 苦海无边 叫你回头生安 所以你要看破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路 落实什么 落实坏苦 佛家把苦分成三大类 苦苦 坏苦 辛苦 这三大类 得认识清楚 我们认识清楚之后 自自然然的 我们要想找真路 找永路 找到西方净土 那是真的是真路 是永路 你真能看破了 你修净土的功夫就得了 没有看破 还留恋在这个里面 那这一生 也只能说 给这个阿弥陀佛 借个善与 我生没有把握了 那我们要到了极乐世界 这个境界就显现了 跟诸佛如来一样 夜阴说法 一切众生 都没有障碍 相容相继 底下一句说 又能献一妙色身 博实众生 随类界 妙音 妙色 这就要说 夜神中有一切神 这夜神是什么 我们知道 佛有三身 佛有三身 我们就都有三身 佛有十身 我们也都有十身 我们绝对没有跟佛 跟佛比没有少他一样 他有什么 我们通通居足 所以居足呢 我们现在有障碍 显现不出来 不是没有 我们把障碍去掉了 就显示出来了 那经上常讲 摄放三世佛 共同夜发神 夜发神了 多一切神 一切神是 硬化神 硬化神是怎么献的呢 众生有感 自然就献起了 现一切神 一阵通通现 一切神 变法界 硬化神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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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你 陀 佛 阿 佛 阿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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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